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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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保險業真的就是我在大學畢業的當年 因為7月它是長單嘛 12月那一個 就那個月份就發生一個很重大的車禍 所以其實發生車禍的當場 我是沒有任何一張保險的 真正從門關走過一招 然後才會讓我想要進來保險業 因為那時候的高職老師他是跟我們講說 你們念大學之後 因為大概就是有你玩四年嘛 然後其實老師就說 其實你們就是有時間就要去考證照 畢竟時代的變遷 你不會知道之後會怎麼樣 所以先準備著 然後因應未來時代的變遷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剛開始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他 介紹公司介紹自己 那我真的會做一張那個自我介紹表 然後把我這些證照 對都列出來 然後跟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還有得到一些什麼能力 對 那大家客戶聽到的時候 其實 對 他們大家就會增加對我的經驗分 現在我們的投保都可以用雲端 那當我把資料都建好之後 公司甚至還會幫我那個檢核 所以我覺得雲端投保很方便 然後客戶也覺得 欸現在這樣還蠻先進的 得到客戶最大的讚賞 快速裡塞的服務 其實我們公司最快就是 我如果當天早上我完成了 最快可以當天下午前就進一間客戶的服務 就是他們的對於裡塞的服務都相當的滿意啦 我們有一個叫做那個M家的平台 不管你在新契約啊 或甚至一些保險變革 如果 因為畢竟投保人員他們也很忙 你可能常打電話找不到人 可是你對於那個平台 你可以把你的訊息丟給他 那他們就會有固定的人會迴避 而且其實很快速地迴避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公司的數位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有一個叫富邦新世界的平台 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影片 然後就算新人可能初期也會有需要一些專業知識上的增進 可是那個平台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助人又助己的一個工作 就是你幫助別人其實也成就了自己啊 其實他在講說保險呢就是爭散欸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自己的精神好像還蠻符合這個講的 所以我就把這些成績整理整理 然後沒想到欸今年也就獲得平整的青睞這樣 反正我就是一步一腳印 然後該做到等到什麼講 那就會隨到取成嘛 就沒得上去 我不是來了 今次的一度 一定要開封建 讓我一人 不在這裡 你不在這裡 很不在地 那樣 你不是去馬上